我大清不是老人 是少年 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辣 再来 皇上 话不是这么讲的 奴才还兼着户部的差事 非常清楚这些年的花销 皇上真的要打 还是要等黄河安来 金府春框奏报 黄河就剩下 最后一个改修工程 萧家渡已经合隆 捡水坝也重新修好 等什么 皇上 大家都说这两个人 常常言过其实 未必能够相信 好 朕就跟你们打个赌 若是黄河安来 你们就全力以赴 支持朕亲征 这 皇上 亲 这怎么又改成亲征了 朕要一次性解决问题 朕已经被他们骚扰够了 将来朕的子孙 不能被他们再骚扰一回 就这么决定了 皇上 亲政的事不能马上定了 奴才们有压力 奴才们要是不能阻止 败官弹劾也是受不了 求皇上收回成命 说得没错 你们必须要有压力 如果你们天天吃喝玩乐 要你们有什么用 不 准备好南巡 不要让河道上的人知道 咱们一起悄悄地去 若是河道上有问题 打仗的事 可以再还 你 你干什么去 我做事出了事 你干嘛去 我昨天买了两张董香光的字 人家刘历场的老板 还等着我结账去 来来来来来 今天这么大的事 咱们三个人要是不能进退一致 那非得让人骂死不可 好 你们说 你们怎么考虑的 能怎么考虑啊 黄河真的不用花大钱了 我同意就是 你有点骨气没有啊 骨气 玩意儿早没了 所向 皇上真的要打 骨头里榨油也得把钱弄出来 你有骨气 你一挺腰子他帮你换了 你真当是前些年 还能商量的是不是呢